今天来讲解一下B4X的实验 用Suckin写一个HTTP的server 就是WebServer 现在我写一个就是说永远回户同一页的 那个页面的WebServer 就是HTTP Server 那个参考资料这两个 你要大概了解到HTTP HTTP协定 然后程式码在这边 然后我们先讲一下手机的页面 手机页面的话 这个是一执行的时候 你按这个启动 它就会显示它的IP 我就不显示那个手机的画面了 我就讲解这个手机设计页面就好了 然后它启动完之后 它这边就显示IP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用那个去连线过去 好,我们看一下 它好像是192,152 好,对这个 这是手机的 联系手机的时候 它是永远都会显示这个页面 无论你在后面打什么都一样 因为我没有什么判断 好,它就显示这个东西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程式 最重要它就是在于就是说 它接收到资料之后 它就这边就会直接去送回一段资料 然后送回一段资料之后 它就会断线 那送的资料就是说它是这一个 这边的 好,送的资料是这个 这是8点 8点就是内容的意思 内容 恢复的内容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就是你的表头 好,那表头的话 那我们显示就是HTPP的1.0的200的OK 然后这个是网页格式 然后它是自钻的长度 这个是标准的HTPP的一种的 恢复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内容 好 那 它就会显示这个 然后我们大概就讲解到这边来 因为这个Sucking的话 这个它不复杂 好,写成那个HTPP 大概懂的话就可以写了 好,那更复杂一点的话 我接下来可能就更了解的时候 我再把它写出来 好,今天录影就录到这里哦,拜